好,我們今天第四次說到 不被人的控訴影響,也不去控訴人 就是說到我們怎樣不被人影響 不被魔鬼影響,不被自己的控訴 其實控訴,我們最多的是自己 我們之前都簡略,總括一些重要點 活在恩典之下很不同的 恩典之下是怎樣呢? 神是愛我,神是體重我的,神是幫我的 神早有預備,有個奇妙計劃 一生都有奇妙計劃 並且我聽說,神就祝福,這就是恩典推動 我感謝神,神為我安排的神學院 是讓我學到更多 他們所說的就是分辨福音和律法 而我將它擴闊為恩典 即是神很多禮物,不只是福音 神的恩典是每天跟著我們的 聖經說到,神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數 何等眾多,我約數典比海沙更多 即是神的意念比海沙更多 即是其實這些一切我們的經歷 譬如今天這個姐妹她的分享,她的經歷 Rachel為她祈禱的經歷 這些一切是早有神的預備,神的計劃 我們經常都想,神呀你真好真好 我亦都覺得我認識祂是神的計劃,神的恩典 祂認識我也是神的恩典 即是我們能夠祝福祂 我們每一個都有很多很多恩典 被恩典推動呢,就不會去控訴人 因為知道人都是軟弱 即是神體人呢 看到個個都有軟弱的 神體人就不會說 哎呀,即是 神體人是看到人軟弱,他都接受 神體人就不是這樣的 哎呀,你真是壞,你整天都不聽話 彼得,你真是壞,你要否認我三次 神不是這樣看 神是說,你就算否認我 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業信心 你回頭以後要經過你的弟兄 耶穌看到什麼呢?你軟弱 我關心你,我為你祈禱 我早就已經知道了 我知道不是罵你,我是為你祈禱 神知道我們軟弱 所以當我們有這個心,在恩典之下 我們看到人的軟弱 就不會覺得這麼驚訝,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而是會說,我就是想祝福他 我找方法怎麼去祝福他 叫我們生命被提升 這就是恩典推動,就不會這麼去定人的罪 也就是說,我也是罪人 所以我也不是這麼定自己的罪 但我知道有罪,我要悔改,離開罪 但我不會說,經常都在說 哎呀,真是壞了,為何會這樣犯錯呢? 但如果人在律法之下,事者律法 我們遵從律法有一點很重要 我不是說只有恩典,沒有律法 這個恩典福音,就只是說恩典,不說律法 這個是錯的,又不說悔改 我們是說恩典,去遵從神的恩典 推動我們去遵從神 就好像什麼呢? 兩個人被遵從相愛的時候 很多人拍拖的時候,就會覺得很開心 如果中間有人享受過拍拖的階段 戀愛的階段,你就想回那時候 多喜歡對方,多喜歡找電話 跟電話聊天 找機會跟他溝通 跟他一起拍拖 那時候就會很有興趣去跟他交往 如果有個禮物,他歡喜 我會盡快去買給他,讓他開心 這個就是在恩典推動之下 在愛推動之下 但很多人結婚就不是 結婚就會勞勞吵吵 你又不洗碗,又不收拾衣服 又不洗澡,又不乾淨 你有很多問題,又不照顧小朋友 這樣就變成律法了 整天都要做什麼 當要做什麼,就很辛苦 就控訴了 你沒有做什麼,你沒有收拾東西 你沒有洗碗 這樣就變成辛苦了 但如果我們在恩典之下就不是了 整天在恩典之下 就是神那麼愛我,於是我就愛人了 我就祝福人了,我就會幫助人了 這樣的時候,恩典推動就會少控訴 律法推動就會有很多控訴 因為很多人都習慣控訴別人和自己 習慣的,一有東西不順利 就會喜歡說別人,喜歡罵別人,喜歡比較 而耶穌除一切控訴 因為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 因為神已經稱我們為義 所以沒有人能夠控訴我們 所以我們就可以不被控訴 所以我們就可以不被控訴 既然神都不控訴我們 所以我們不需要被控訴 就夜控訴我們那個魔鬼已經被摔下去了 所以我們不用做魔鬼的免費募人 有些人做魔鬼免費募人做什麼 就是經常控訴人 最喜歡說別人的不好 尤其是傳道人牧師 即是覺得看到他那些不好的東西 就喜歡他說 其實這是神的責任 如果我們想跟他說話 可以直接跟他說 就不用去控訴他 而耶穌當彼得說 我是個罪人,離開我 耶穌就說不用怕 不用怕,你不用擔心 你要得人,我會使用你 這就是神那種對人的接納 還有有些人說我自己蠢 他說你不要緊 你蠢也好,我將你改變 叫你賜給你智慧聰明 所以耶穌除去控訴 我們都不用讓自己控訴 別人控訴我們 我們不用受諾這些控訴 因為神幫我們,誰能敵擋我們 然後幫助我們,我們不用怕 人能把我弄一樣 不用放在心上 那些人罵我們 其實罵基督 辱罵你人的辱罵 都落在基督的身上 所以我們不用介意 首先我們情緒 不要被別人的傷害影響 不要緊的,不能死的 他罵我的說話 在空氣停留都不夠半秒鐘 他罵我們壞人,我們不會變壞人 他罵我笨 我會突然變壞 很笨 忽然甚麼都不會做 不會的 他的說話其實是沒有權兵 我們是有權兵的 我們深信我們是有權兵 我們是很特別的 我們是神的王子公主 一起宣告 我們是神的王子公主 沒有人能夠控訴我 沒有人能夠搶走我的恩典 我們就時時不會那麼容易被人影響 就算他懷疑我 我不會死的 他不會拿走我的東西 我們就珍惜我們的生命 保守我們的生命 亦都建立自我形象 自我形象 首先我們深信神愛我們 第二 當我們建立同仁關係 我們知道我們有價值 有些人只懂得同仁有關係 他跟人經常吵架 避開人 不敢跟別人溝通 他沒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但你跟甚麼人交往都可以跟他聊天 他聊完後覺得開心 這件事是好的 其實我曾經很多人跟他聊天 他跟我說甚麼 跟你聊天很舒服 我希望大家是這樣的 總是說話是令人舒服 不是說跟你聊天很暗沉 你經常都暗暗沉沉 作為牧師 其實很多人都容易說你是暗沉 但我不是一定要慢慢教他 我由他聽他的說話 去引導他如何改變 而他改我就稱讚他 這樣才會改變別人 你經常暗暗沉沉沉 不要做了媽媽 有些人經常都做暗暗沉沉的媽媽 有些人教導聖經經經常都是暗沉 其實我們是可以告訴別人 神很看重我們 你做任何小事神都喜歡 這樣會激勵人 神很看重你的 神給你恩典 你一聽說 神很開心得不得了 在這裏斑斑跳 很開心 祂因你歡呼而喜樂 喜樂而歡呼 對不起 你便可以很開心 建立自我形象 你便沒有那麼容易被人傷害 不要緊的 不能死 而我們這次說 如何不控訴人 我們上次也說了一點點 就是說到 為何人控訴人 因為惡人從他心裂所存的惡 就發出惡來 他裏面很多控訴 所以他的口 出的都是控訴 但如果他心裏裝滿恩典 他看到人的軟弱 其實我很接受人的軟弱 但我看到的時候 我不會驚訝 我反而 我有甚麼方法 建立他 提升他 那我就歡喜 還有我們不論斷人 我們祝福人 你吸人 其實原文就不是吸人 是吸 還是說給人或是給神 神就會給你很多恩典 用十足的星斗 連搖大岸上尖下流 賭在你的懷裡 其實是很好的 神給人是很多禮物 祂給你遠超過你付出的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為神付出的是 神一定紀念 神一定祝福 還有我們記實 你是誰 究竟論斷別人的仆人呢 因為祂暫住 或跌倒自由卡的主人 而且祂有必要暫住 因為主能使祂暫住 神能夠叫祂暫住 所以你不用去論斷人 祂有問題 不是去論斷 乃是我們怎樣去祝福祂 幫助祂 為何很多人會容易罵人 就是祂裡面的怒氣 怎樣平穩安靜 神愛我的神是寶貴的 我祈禱放鬆的人 經常都說不要緊 不死得的 看看為什麼我生氣 我見到祂壞便生氣 祂壞有問題 是祂的問題 我生氣祂 我自己反而失去更多 我祝福祂神就歡喜 所以越生氣是越壞 有些人在生氣時 喜歡罵小孩 越罵祂就越不聽話 但是呢 你說你做得乖 剛才我見到你做功課是很乖 你可不可以繼續做得更好 或者你寫字很漂亮 他更加做得更好 我記得我小學時曾經 有一次我拿了功課回來 我寫的那些書法 80分很高分 我給我媽媽看 她馬上讚我 她讚我更加有心思寫 後來81、82 就是越來越高分 就是原來被人讚的時候 我們會做得更加好 不是用怒氣的 我們用愛心說成實話 不是用激氣說成實話 有些人是激氣說成實話 我們要明白這一點了 就是我們這次說的 如果要改變人 效果低的 你要效果低就效果高呢 高 高 你做任何事 你要效果低又高呢 我們要高 效果低又怎樣呢 指責人 控訴人 就一定效果低的 你說她 你沒用 做極都不懂 她聽完她是灰心的 但是你欣賞她 譬如今次弟兄 學打鼓真的很快 一次過馬上打到 她這個音樂感 感謝神 還有我們中間的幾位姐妹 她們一起唱詩當時 都很開心 我又多謝Rachel 馬上帶了兩位姐妹出來 一邊跳舞 這也是我們表達對神的開心 就是我們欣賞 是更加人會改變的 但是指責控訴 有時候我們都需要指責 但是可以柔和地指責 你有甚麼地方可以改善 你覺得 其實你有些地方很厲害的 你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你怎樣可以改善 這個效果高 指控控訴是效果低的 不過為何那麼多夫妻容易 而吵架呢 為何那麼容易罵子女呢 因為覺得果效快 一罵她 立即她不敢動 不敢吵 快 但是沒有長久的果效 而且她不是真正的改變 當你告訴別人 你很寶貴 她是以後改變 還有不好的態度 也是效果低的 就是她的態度 是別人看見都害怕了 而且沒有想想她的感受 其實她考試不合格 她已經很不開心了 你還不斷撐著她的耳朵 有沒有搞錯啊 你讀書讀得那麼差 那是更加不好 反而你說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知道你不開心 是不是不開心 是的 那下次你想想不開心 以為你想開心 那下次開心 你可以做些甚麼 你就引導她 那她更加說 是的 我想下次讀書 考試開心點 還有只想說自己說話 有些人我都認識 有些人是怎樣的 她不斷說自己 她完全不聽對方 也沒有給人空間 這樣的時候 她就會改變人難 尤其有些人不斷教 不斷教 不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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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習慣是有問題的 我都認識到有些人 她是會說 她會說重量的 有一種人就是說很多東西 譬如1、2、3、4、6、7、8、9、10 一直說很多東西 一種就不是的 就是說一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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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說很多次一 二、二、二、二 就是重複很多次 說來說來說來 哎呀,我被人罵 哎呀,他真的很壞 哎呀,媽呀,媽呀 你要做甚麼 你要做甚麼 那時候 那個效果是低的 我想說給中間的 你的所有的 做媽媽、做太太 或者不是做媽媽、做太太 做任何身份 有些人又以為我多說幾次 會聽 但我想告訴你 有很多人 是有這個開關制 在耳朵裡的 當你一說得多 他開始會 直接把你的東西 轉掉了 關掉了 他關掉了 大家有沒有這種技能 當一個人說來說的時候 你聽一下 你就已經走到別處 都是有這個開關制 所以你想改變人 你不要只說自己的事 不要急著叫他做甚麼 反而你問他 你要做這件事 怎麼做法好 我剛才說了甚麼 你可以做些甚麼 他懂得 他知道 他反而做得到 這是效果低的 做甚麼都是有效果高 和效果低的 譬如分享信息 怎樣效果高一點 開心一點 自己有崇神的喜樂 用心的樂 人們是不去聽的 但是你越喜樂、開心 人們更加容易聽到入耳 好了 有效的 聆聽對方 我聽到你不開心 我聽到你有重一口 我聽到你有煩惱 就回應他 他更加會留心 更加會我們的說話迎開他 不代表我們永遠只是聽 但起碼我們會聽 而且我們也會分辨 有些人是分享很多有意義的東西 我們每一件事都稱讚他 但有些人不是的 永遠都是訴苦的 我們分辨他永遠都是訴苦 我們就可以問他 你有否嘗試做任何的事去改善 他慢慢訴苦的時候 你有否嘗試做任何的事可以改善 就聽聽他說有沒有嘗試做任何的事去改善 如果他一點都沒有做 那你可不可以開始做 可不可以有效果 那你為何沒有去做 這樣的時候都會引導他 就不是很嘔吐他做甚麼 我真的認識有些人 他總是說幾次 就算和我說也是分享的 我分享他說一次、兩次、三次 我說你有沒有發覺 你重複了說幾次給我聽 我們都要留意一下自己 其實不需要說幾次 接著就是關心他的感受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知道你受傷害 他更加覺得你關心他 以及回應他的感受 即是說我回應就是怎樣 我知道你受傷、不開心 我知道你心裡很壓住 你都關心他的困難 以及他的感受 就是我知道你辛苦 他會做到的 也都從他對方的角度看 雖然他做的我們未必覺得對 譬如有個人 他想離婚 我未必覺得對 但我知道他想離婚 他是很不開心 我可以說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知道你受壓迫 有壓迫、有不開心 即是說出他的困難 反而我們有機會去影響他、幫助他 然後引導他分析 即是說其實事情是怎樣的 困難在哪裡、問題在哪裡 然後引導他解決 如果大家有這種耐性 去聆聽、去回應 然後引導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有效的輔導方式 而不是不斷教人 有些人以為輔導就是教人 輔導最好就是聆聽 接受他的感受 說出他的感受 然後問問他 那你想要有些改變? 你覺得這麼辛苦 你很需要改變? 然後你用什麼方法? 這個就是引導他去怎樣思考改變 還有多些說恩典的說話 恩典的說話 好像神對人的恩典 神對人的恩典的說話 很簡單 通常那個句子的開始是有神 後面是有人的、或者我們的 神愛我們、神幫助我們 神參與耶穌為我們死 聖靈感動我們、聖靈幫助我們 聖靈欣賞我們 聖靈欣賞我們 全部都是恩典的說話 恩典的說話會鼓勵我們 聖靈欣賞有律法的說話要求 神叫我們去遵從祂 律法的說話就是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遵從神 我們要愛神、愛人、傳福音 這些是律法的說話 律法也有警告和懲罰 神警告我們 神管教人 神懲罰人 這個都是有律法 律法和恩典都是重要的 不是律法不重要 律法也是重要 不過 恩典的說話更加能夠改變人 而且改變人 是用恩典的說話 人的恩典說話是能夠改變人更多的 而不是律法的說話 我們都要說一下要洗碗 洗乾淨一點都要說 不過怎麼說法 就不是罵他 而是說 我感謝你幫我洗碗 我真的很感謝你 你幫助我 我很開心 你和我一起 你又幫我做事 我是覺得很大的支持和幫助 大家有鼓勵 好了 這些就是恩典的說話 我關心你的 關心你不要說完之後 還不記得他什麼 那就不是關心 你真的記得他的問題 他記得他有病 記得他有什麼困難 我欣賞你 你做什麼是好的 我欣賞 我珍惜你 你是寶貴的 我珍惜你的 你是寶貴的 我看到你的長處 你的強項 你有些強項 譬如你有音樂感 這是強項 這個每一個人都有 Rachel這個討告的能力 這是你的強項 她很多事情都有強項 她做很多事情都很厲害 謝謝天父 這個神賜給我們的禮物 我看到你努力 你努力去做是好的 你做得好 你進步得很快 開心你幫我 有些人說 他進步很少 那你就可以說 你有進步 謝謝你 你不用大進步 少許進步 已經可以稱讚他 人是會更加開心的 我喜歡看你笑 這句說話是帶有感情 什麼是感情呢 英文容易記一些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hurt 這幾個是感覺 我再說一次 Glad 開心 悲壽 憤怒 afraid 懼怕 ashamed 羞恥或內疚 這些是 和hurt 受傷害 這些就是人 當有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那個自然的 感受的回應 感受上的回應 這個就是 我們的心靈的感受 心靈的感受是更加觸動人的 很簡單 你看到一個很喜歡的朋友 那你就很開心 嘩 看到你 但是他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或者是另一個情況 你看到他很開心 嘩 在這裡看到你 或者眼睛發光 我們人呢 我們整個人都是透明的 怎樣透明呢 你開心看到的 你不開心看到 沒有反應看到的 你看到他的眼睛都笑 因為笑的時候 有些人說 什麼是假笑 譬如一些 那些什麼 世界小姐那些拍照 笑 嘩 嘩笑而已 眼睛不笑的 那些就不是真笑 是擺姿子 真笑是怎樣 裡面笑出來 嘩 眼睛都笑了 這個就是開心的 通常你見到人開心 你的反應是強烈一些的 就是見到他 你給他吃 很開心 你幫他 你看到他 他很開心 我們人是會更加喜歡 也更加影響人的 有些人就是這樣 譬如歡迎人來教堂 真的有開心 很開心 那個人真的會記得 他真的會記得 他更加容易回來 所以我們說 我們歡喜看到你笑 你笑的時候 我留意到 我又很開心 我看到你的改變 我很開心 加上我開心 是影響人更多的 這些就是恩典的說話 即是今次說 不要說批判的說話 什麼恩典的說話 多一點見到人 我開心 我看到你做的事 我開心 我看到你改善 開心 總是找一些他好的地方 有些人說不是 他很多大部分都是不好的 那我問有沒有一樣好 有 他有照顧我們 有拿錢回來的 有洗碗 有時候幫忙 那你就讚他那些 你讚他那些 他就慢慢做越多 他好的東西就越來越多 你越說他做得不好的東西 他就越來越多不好 他的好東西就變成不好的 但如果你越是欣賞他 他的改變就越大 好了 欣賞他進步 和神會祝福你 使用你的 這都是恩典的說話 他聽到 是會得到鼓勵的 我希望大家多些說恩典的說話 我和太太經常都說 我真的很歡喜他 我覺得神是將他賜給我的 他是神給我的禮物 你們都是神給我的禮物 多謝天父 你覺得旁邊真的是你的禮物 他來到這裡 是對你祝福 你和旁邊說 你是我的禮物 你是我的禮物 你是神給我的禮物 我真的覺得是禮物 我們能夠合一 是不是禮物 我們這次宣教也有幾個人報名一起去 是禮物來的 什麼都是好東西 總是禮物 Hallelujah 還有開心感情流露 有回應的小朋友 更加能夠改變人 是不是 你看到這幾個圖都是 如果你家裡養的那個小朋友 都會這麼開心 都會這麼開心 我想你很開心很喜歡 針言十七章22節 我們大家都很熟悉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通常我們想到就是 我開心我就是自己的良藥 其實我們開心都是人的良藥 他沒有說是誰的良藥 我們開心人都會得意志 即是你的人開心人都得意志 所以我們喜樂和感情流露 有些人開心就要藏在裡面 尤其是男性比較容易是這樣 即是不懂得笑 即是表情沒什麼 見到好吃是好吃 不過好吃正常都是好吃的 即是沒有什麼反應 但是你說真的很好吃 我自己也要學 自己也要學 多些表達 感情流露 你是不是見到感情流露的人 你會比較開心 那我們就做一個感情流露的人 神也是 祂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而且神一歡喜 祂的喜樂就來了 祂的愛就來了 即是原來神那些 祂是真的表達的 祂即時祂開心 祂將他的開心就賜給你了 這個就是神的美善 我們都學神這樣 其實耶穌說學小朋友 學小孩子 回轉成小孩子 不單是學小孩子那種謙卑單純 其實很多小孩子的質素 為什麼學小孩子呢 因為神做人的時候 就像小孩子那樣 不過他長大 因為聚 他就變得越來越硬 沒有反應 麻木 有很多人麻木 為什麼呢 一輩子都被人壓制 不准笑 不准哭 不准有這麼大的反應 不要做大少姑婆 不要做喊包 不要做什麼什麼 所以他就控制了 控制自己 慢慢也都 那些人的反應不好 變成到了長大的時候 你發覺有些人 是沒有表情的 不用到老 老人家真的很多都沒有表情 不用到老 未到老 有些人已經是整個婆 整個公 沒有什麼反應 沒有什麼回應 沒有什麼感情的流露 你沒有什麼人一笑出來 在裡面笑出來 是不同的 有些人一笑是怎樣 好像那些什麼 古代的中國片 我們喝酒 哈哈哈哈 喝酒 哈哈哈哈 那種笑 那些不是真笑 那些沒有感情流露 那些是關公式的笑 那些笑 那你呢 你的感情未得醫治 需要釋放 就是盡量多些 表達你的感情 開心笑 不要緊要的 不死得的 不會變成大少姑婆的 其實做了大少姑婆也好 讓人 就是人喜歡一點 還有會影人 人做了些什麼好事 歡喜你 見到你做的事 多謝你… 多謝你… 亦都關心人 就更能夠改變人 是不是 你看這幾個小朋友 笑的時候都是眼睛有笑容的 有笑容的 下面那些也是的 下面那些笑都是眼睛有笑容的 那這個呢 就是感情流露 原來這個都是 這個 神教導我一個新的教導 我以前是沒有的 這個 是剛剛的 就是說原來 開心 都是一種的 我們的生命的流露 喜樂的心乃良藥 也是可以這樣流露 就是神是開心 小朋友開心 那好了 就是原來我們多一點 這樣開心 但是有人就會說 那你都要說 律法的說話 就是有些什麼要做 都要說 那是要說的 但是怎樣說法 溫和地說 那我現在分開五大類 探討 什麼叫探討呢 就是你進入房間 黑黑黑沒有燈的 那你看看有沒有逢牆 有沒有燈 就是這樣叫探討 什麼都不知道 進去看看 去某個地區去旅行 去探討一下怎樣 那就是怎樣呢 譬如怎樣探討 我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我有個問題要解決 就是我自己都不知道 一起討論 怎樣可以考試更加好 就是跟他一起想想 怎樣可以考試更加好 你畫畫這麼漂亮 怎樣可以發揮 就是讓他想想 讓他講出來 好了 引導 就是怎樣 我們在這裡 他在這裡 我知道的方法 我想引導他 靈聽和回應 你覺得怎樣 其實我想引導他 靈聽和回應 當你聊天的時候 你說話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覺 我看著你 你有沒有發覺 我有反應 我們的反應 其實在眼和頭 都有反應 你記住 什麼叫眼和頭 沒有反應 有人說話 沒有反應 有反應 有反應 那個頸會動 是不是 眼睛會動 嘴巴會笑 有說話 這個就是回應 這些其實是一些生活的藝術 我們多謝天父 那就是 我聽你說話 我會有回應 我會看著你 會說一些說話 你覺得怎樣 你覺得怎樣 你覺得好嗎 下一次我說話的時候 你又可不可以這樣 你就引導他 也會聆聽 會回應 你這次有回應 感謝主要 你進步得很快 我們的回應是要這樣 不要 你說 感謝主要你進步得很快 不是這樣 這次你進步得很快 沒有表情 是扣分的 而且是不真的 有時候有些父母說 你這次考得高 考得好 沒有表情 是扣分的 不是真的 就是兒女覺得不是真的 但是你讚他的時候 你覺得很開心 他會很開心 你抱一下他 他覺得很開心 很真 這件事很真的 這就是原來 人這樣引導他 你跟你的家人 丈夫太太 或者你的子女 當你這樣溝通的時候 他就覺得 原來這件事我可以學 這就是引導 比你更好 你以後見到我 你要反應 你要笑 沒有笑 沒有影響力 我聽過有些老師 只是要求別人 招呼他 你要招呼 但他不招呼別人 這樣的時候 人的感覺就是 你是命令式 你自己也沒有走出來 但我們走出來 去引導他 我們的行動也會引導人 而且我都會歡喜 看到你回應我 你回應我很開心 我看到你 我就開心了 而且要教導 但教導可以用問題 其實我發覺這裡 我發覺大部分 都是用問題的方式 教導 如果你想發揮你所長 你會不會有滿足感 如果你寫字 寫得這麼漂亮 寫得很漂亮 先生讚你 你會不會有滿足感 你考試考得合格 今次考得這麼好 會不會很有滿足感 讓他有滿足感 即是讓他考得好 不是只是稱讚他 問問他有沒有滿足感 他說有 那你就在教導他 原來我們做每一件事 都可以有滿足感 那你做人更加開心 其實我們做什麼 都可以有滿足感 譬如我在這裡分享 我大敬拜讚美 我自己也很投入 我自己也很投入 耶穌你真是好 阿歷巴 多謝天父 神的平安和喜樂和愛 就臨到我身上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看到 原來這麼好 現在我正在教導 但我用以身作則 那個方法 並不讓人覺得 我要做什麼 我要做什麼 而是開心地做 好了 吩咐 首先我又講一講 一些不好的方式 有些人的不好的方式是什麼 你記得洗碗 待會兒洗乾淨一點 你一聽到那些語氣 和聲音已經不喜歡聽 所以我們留意一下自己 回家的時候 是不是這樣 好了 請你幫我洗碗 好嗎 麻煩你了 多謝你 幫我做一件事 你能不能幫我做一件事 我們一起清潔 有時候可以和他一起做 總是一個柔和的聲音 不要包括一個 暗示一個批判 批判是沒有人喜歡的 你記得這次洗乾淨一點 已經有一個批判 你平時洗得不乾淨 今次你記得洗乾淨一點 指責 都要指責 不過指責的時候 有些做錯 一直都不知道錯 我們需要指責 不過指責可以用一個柔和的方法 有些人說 柔和是沒有用的 柔和不會改變人的 我想問你 如果我次去廣道也是指責你的 你是不是很有動力改變呢 因為你覺得很滿足會改變 這就是原來 用柔和的方法 是火效更加好的 這個指責 譬如他真的經常遲到 你這樣遲到 你覺得 你知不知道會帶來什麼後果 這個問他 你覺得這樣說話 會給人什麼感覺 或者你讀書 你覺得將來會怎樣影響你 這樣問一下他 當然你不要不斷討論他 他不肯說 你不斷討論他 你知道你讀書 你讀書得不好會怎樣 總之你討論他 他知道你說什麼 但你一句就夠了 一句就 你讀書 他有時候讚他 你讀書得好 或真的好 譬如今次考得不好 你覺得考得不好 你有什麼感覺 你可以給他一些 選擇題 你很開心 不開心 失望 激氣 你有什麼感覺 讓他表達一下 幫他表達 他表達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指責他 讓他知道錯了 其實這樣是改變人的 有時候有些人 我都會跟他這樣說 我有時候會聊天 我們跟人聊天 我們留意的說話 都是欣賞人 不要說 你經常都是這樣 我幫你也是這樣 幫你也不改變 這些說話 其實是不好的 令人反抗 不喜歡你幫他 因為總是聽到批判 但如果我們說的說話 是欣賞人的 引導他 別人聽的時候 是滿足很多 所以人 因為習慣批判 所以批判我們 我們不開心 我們就學習 怎樣不去批判人 是活得開心的 首先我們要分辨 什麼叫鼓勵 有些人不懂得鼓勵 有時候我 譬如有時候輔導兩夫妻 說你試試鼓勵對方 他說 你記得 你記得洗碗 你記得洗乾淨一點 譬如這樣 或者你記得做什麼 你要看著小朋友 看著小孩子 他說這句說話 是不是吩咐 不是這句說話 是不是鼓勵 有些人不知道 他以為鼓勵就是 你要洗碗 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就是鼓勵 這個其實就不是鼓勵 這個是吩咐 你要分清 這個是吩咐 不是鼓勵 譬如有個人經常跟你說 記得洗碗 記得什麼 記得洗東西 這個並不是鼓勵 這個是吩咐 左邊的就是吩咐 不是一定錯 吩咐不是一定錯 錯的地方是語氣 還有 是不是整天都吩咐 譬如你多些依靠神 這句錯不錯 不錯 不過你整天都要他依靠神 他就只想到要依靠神 但是你怎麼可以說呢 用什麼方式說呢 神很想幫你 當你一依靠祂 很歡喜 祂就喜歡祂就祝福你了 這樣的時候 你鼓勵祂依靠神 就是講神的恩典 恩典是能夠鼓勵人 去跟從神的 神很多禮物想幫你 你一依靠祂就歡喜 你多祈禱 這是很多人都說的 很多基督徒都說的 你煩惱說多祈禱 這個是提醒 但是你說 神真的留意好你的 你的重擔會釋放你的 你多些依靠耶穌 告訴耶穌 耶穌啊我需要你 耶穌我多謝你 多謝你 你越多謝耶穌 去讚美神 你的心自己會鬆的 這樣的方法 是幫祂更加有動力祈禱 你祈禱有力量的 這個加一個力量 有力量的 神會幫你的 例如另外一個 你盡力處理思想和情緒 你要記得 要處理 這個變成了責任 但我們可以怎樣說呢 就是說 神是賜給我們平安的 我們親近祂就平安 那你自不想發怒的 當有神的平安 你的心就平穩安靜 你就很舒服 我都分享給大家知道 我自己整天盡量 在一個放鬆的狀況 阿 阿 整個身體放鬆 身體放鬆 心都會放鬆 這件事 真是我們身體和心靈相通 譬如這樣 你放鬆了 你不會罵人 你試一罵 你自己罵 譬如你剛剛想罵人 一放鬆 立刻不想罵人 你通常罵人的時候 肌肉全部都眼斑斑 你的眼睛 瞪著眼睛 看著那個人 你就是想罵人 你放鬆 一放鬆 立刻不想罵人 沒有這個心情罵人 所以不只叫他處理情緒 而是在神裡面放鬆 最好神會幫助我們 還有有些人 你多些侍奉神 多些侍奉神 但我們可以這樣說 神很欣賞那些侍奉的人 你幫一個人 你傳福音物 你鼓勵人 神看著你就喜歡 祂就尊重你了 有人服侍我 耶穌說 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祂 祂就尊重你了 並且你所做一切蒙神紀念 神永遠記住 神永遠想賜 是不是很值得 你做一次的好行為 神就很大的禮物給你 我用個例子 你幫我們搬椅子 我就送一間屋給你 好像不是 給禮 神就是這樣 祂真的把那些禮物 是很大很大 而且是一個很輝煌的 有些人去到天堂 都說見到屋 耶穌也說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 若是沒人 我早已告訴你 所以我們將來都會有住處 這個住處 有些人就 這個他形容 聖經就沒有說 不過聖經又說到 我們作供的果效 除了我們 即是我們將來去到天堂的時候 有些人的家裡 好像皇宮那麼漂亮 舒服到不得了 你可以想像一下 裡面 我不知道 我只是形容 這是我作出來的 有活水的江河 留在屋裡 這個活水的江河 我一下去浸一浸 那些活水 立刻湧流 那些花在屋裡 在說話唱歌 有很多花在唱歌 那些畫 就會說話 那些畫 有些很美麗的事情 或者你曾經做過的事 在牆上畫出來 你怎樣幫助那個人 在牆上又做出來 有動畫 你看到這間屋真的很美麗 那另一間屋 也是美麗的 不過好像已經沒有了這些 沒有了這些 這麼多的動畫 有這麼多蒙神紀念的東西 所以說 你侍奉神冷 當然這個是 聖經沒有說的 不過聖經的確是有說住處的 而住處 根據聖經所說 我們將來復活的時候 有日有日的榮光 有些人越有越的榮光 星有星的榮光 這個星和那個星的榮光 都有分別 我們復活都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經文就告訴我們 將來我們復活 有些人是太陽 有些人是月亮 有些人是星星 有些人是大星星 有些人是小星星 那你是想做哪一隻呢 你是想做那些 那些星星 因為耶穌 耶穌那些太陽 月亮 是美麗的 所以我們訓練大家 你每次去做幫人 神是歡喜的 每次你幫人 神都歡喜 你收到的神的賞賜 今生來生 你今生有喜樂平安 來生有永遠的賞賜 這樣鼓勵人是否很多 亦都令到人 我真的想為神做多些 神是歡喜的 有些人真的有很大壓力的施風 有些人真的跟我說 有傳導人跟我說 他有星期日懼怕症 因為星期日要廣道 他就很… 要廣道 又要廣道 有些人有些教會 有些牧師傳道 在一個月說一次 他三次說到 請了外人說 一次是自己說的 他可能會做很多其他事情 但有時他都會覺得 是有重担 但我們可以是開心的 我都希望我們訓練到 很多人分享聖經是開心的 其實我會開心給你用的 其實你留意我講話的時候 我是有表情 有聲音 有不同的聲音 有興奮、開心 還有一些字 有重點字 即是怎樣說得清楚 有些重點的字 人家聽到會容易留心的 那你學習這些 那你也有生命改變 我是很鼓勵大家 當你有學到這些的時候 你分享給我聽 我就會邀請你上來 分享一段的訊息 是讓你操練的 我是樂意做的 如果你有這個心 我是樂意給你機會的 好了 接著下面那裡 就是這些是吩咐 你每天這樣做 記得每天祈禱 我們可以把它轉為甚麼 鼓勵就是 你每一次祈禱 神就很開心 天堂為你開心 你每一天都這樣做的時候 神是非常開心的 因為這個家裡 就是一個讚美之家 這個讚美之家 神與你同在 神就祝福你 這樣更加鼓勵人 去親近神 繼續努力 這句說話 沒錯 譬如很喜歡 有些人說加油… 沒錯 但我們就說 你努力的時候 你盡力做好美好的一切 神一定會歡喜 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 但得獎上的只有一人 我們有當者和跑 就是說在場上賽跑 只有一個人得獎上 但保羅的意思不是 只有一個人得獎一次 而是你跑的時候 好像只有一個人得獎上 那你就努力去做 你的生命可以發揮 這就是神給我們託父 因為神所揀選 有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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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牧師 有教師 有傳呼音的 為了承傳聖徒 各盡其職 承傳聖徒 各盡其職 就是我的責任 不只是我講道 我是想訓練你們 懂得講道 分享 為人討告 這樣的時候 你們努力 神就歡喜 你的生命就發揮 Hallelujah 右邊是鼓勵 我看到你努力 我就很開心 加上開心 有些感情的反應 我就欣賞你 我就歡喜你 我覺得你好有潛質 我看到你進步 你一定能夠繼續進步 神又欣賞你 神又加力給你 你發覺我剛才說的鼓勵 是很多元化的 神在你的生命 就會有奇妙的工作 祂會提升你的生命 祂會加力給你 祂又會給賞賜給你 又會給恩賜給你 又會開路 我很感謝神 就是我所說的 那位老師 他講到說 這個神屬性講道法 他說神叫祂兩年學習 然後他就講到 二十年將祂傳開祂 我多謝天父為我預備 這個 是一個很好的學生 我都希望你們 個個都是很好的學生 你都會成為很好的學生 能夠將這個神 恩典 廣道法 神屬性廣道法 能夠傳揚出來 祝福更多人 神就好喜悅 你的生命又發揮 那 你當日怎樣處理情緒 你做得很好 那你就繼續這樣做就可以了 有時候我們跟別人聊天 你怎樣處理 為何那天會這麼平靜 你真的處理到 你很厲害 你正在進步 你繼續努力吧 我們今天講到這裏 就到這裏為止 因為時間關係 希望大家放在記憶裏 我們下個星期會再繼續講到 怎樣講正面的說話 不批判人的說話 讓人聽到是歡喜的 首先是生命發出的 生命總是覺得神很多禮物 神很想祝福人 我見到人有軟弱 我不出奇 因為人就是軟弱的 不要緊的 但是我們鼓勵到祂提升 一點也好 都是我們開心的事 那我們就有動力 整個生命改變 好了 一起起床祈禱 求主幫助我們看到 我們本身 每一個人都有潛質 我們一起宣告 我們每一個人 在耶穌裏面都有潛質 哈利路亞 我們每一個人 在耶穌裏面都有潛質 我們可以被神大大發揮 可以被神大大使用 多謝天父 我們說一句 可以溫柔 謙卑 溶化人的心 感動人的心 安慰人的心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主耶穌求你憐憫這個世代 因為很多人都很喜歡 罵人 猛争發怒吵 激氣怒吵 批判人 求主幫助我們 有些基督徒 都是很容易批判人的 求主幫助我們 用柔和的方法去鼓勵人 欣賞人 這個都是神所做的 因為聖經說 一杯涼水 耶穌都說 祂不能不得賞賜 神是欣賞和賞賜 若有人服侍主 天父 必定尊重祂 所以神是賞賜 神是紀念 我們所做的金銀寶石 就有永遠的賞賜 我們多謝祢 所以我們真心愛你 親近你的時候 你是歡喜快樂 你是因我們 歡恩喜樂 墨然愛愛 請我們喜樂 而歡呼 求主幫助我們 用恩典推動人 去遵從你 神一定是歡喜的 我們都用恩典推動自己 就告訴自己 我是寶貴 我是重要的 我生命可以發揮的 我可以祝福很多人的 我可以被神大大使用的 求主加力給我們 與我們同在 與我們一起 讓我們整個生命被提升 整個生命被神去高舉 放在盆石上 放在高處 讓神大大使用 我們必定可以的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Hallelujah 在這個時候 我邀請大家 對神有些回應 你想到有哪些人 你對他說話實在太多律法了 你在這一陣子就去祷告 神啊你幫我 你好像 這個人在你面前 神啊幫我對他說什麼 神啊幫我跟他說 我很欣賞你的 你有很多潛質 我歡喜你的成長 你有很多欣賜 你無論是什麼 你現在嘗試 你靠著耶穌去說 向那個人說 我奉耶穌命 向他宣告 他是怎樣的人 神要怎樣祝福他 在這一陣子去操練 怎樣用出來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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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提升我們的生命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提升 就是我們心裡柔和謙卑 有憐憫人的心 愛人的心 關心人的心 接立人的心 說柔和的說話 我們就能夠改變人 祝福人 求主私恩祝福 提升我們的生命 改變我們的生命 多謝主祈禱奉耶穌命 阿門 在這一陣子 你未坐之前 你跟隔壁兩三個 跟他講一些鼓勵的話 不要說吩咐 講鼓勵的話 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